同学们好,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47课 这就是Lesson 47, The Great Escape,大逃亡 这个像往常一样,咱们请大家打开书275页 先看看这课书超级多的生词和短语 275页,跟老师大声先读起来 Now read after me Assumption, Assumption Maneuver, Maneuver Myriad, Myriad Paradox, Paradox Cynic, Cynic Sociologist, Sociologist Shun, Shun Affluent, Affluent Chimbermaid, Chimbermaid Boo, Boo Boo Machado, Machado, Tell Machado, Tell Snobbery, Snobbery Hierarchy, Hierarchy Entail, Entail Entail, Entail Inclement, Inclement Inclement Package tool, Package tool Insularity, Insularity Cater, Cater Cater, Cater Exclusively, Exclusively Cosmopolitan Cosmopolitan Preponderous Preponderance 再来一遍 Preponderance Okay Overwhelmingly Overwhelmingly Patchenage Patchenage Sauerkr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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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ài Vài Municipality Municipality Itinerant Itinerant H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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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enate Alienate E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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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我们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生词很多 那相应的重点词呢 也不少 咱们先看第一个重点词 先来看一看这个矛盾的人 这个或者表示矛盾的事物或情况 第二个意思呢 更常见 叫似是而非的话 就看着是错 但其实有道理的话 咱们意思很多 先来看第一个意思 表示矛盾的人 是或者是情况 它表示 person thing or situation displaying contradictory features 就是人 事情 或情况 表现出呢 相互矛盾的这个特征 就是这个本身呢 自相矛盾的人 事物或情况 这叫paradox 看一些例子 看一些例子 he was a paradox a loner who love to chat to strangers 这个人呢 真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呢 你看他本身是个loner loner是独行者 就是不愿意跟其他人交往的人 生活中 这个这个这个 比较孤僻的人 不跟别人打交道 他本身是个loner 平时没有什么朋友 但是却喜欢和陌生人来聊天 所以这个人很矛盾 很矛盾的人 这是paradox 再看一个例子 这是指人 对吧 再看一个指矛盾的事情 It is a curious paradox that professional comedians often have unhappy personal lives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自相矛盾的这么一件事 什么呢 就是职业的那些喜剧演员 那些丑角 经常有非常不愉快的个人生活 就是他在舞台上逗大家乐 那生活中自己却经常哭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么一个事 这种感觉就在paradox 就是第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在阅读真题中 往往看到它更常见的第二个意思 paradox还可以表示 statement that seems to be absurd or contradictory but is or may be true 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这么一句话 怎么样呢 看起来是荒谬的 或者是自相矛盾的 看似荒谬不合理或矛盾的 但是却是或有可能是真的 就是看似错 但实际有道理 实际对的这么一句话 就是似非而是的话 中文就似是而非 但这个表示似非而是的话 就看似矛盾而实际 或者可能是正确的这么一个说法 叫做paradox 表示这个意思也相当常见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more haste less speed is a well-known paradox 欲速则不达 是一个有名的这么一个似非而逝的这么一句话 表面上看似是矛盾的吧 为什么越仓促 这个速度越慢 越着急 越出事 就是反而到浪费时间 欲速则不达 表面看似矛盾 而本身它确实有道理 这种话叫做paradox 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 也是咱们在生活中和考试中屡见不鲜的 就是矛盾的 或者反映是似非而是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paradoxical paradoxical 众因后遗了 矛盾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 就继承了刚才名词两个意思 分别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some sedatives produce the paradoxical effect of making the person more anxious 一些sedatives 咱们在第30课海底探险中谈过 可以表示镇静剂 这个SED SEDA 就可以表示坐下来 让你坐在那是镇静剂 有一些镇静剂会产生出矛盾的效果 什么呢 让一个人反而更加焦虑 吃完药之后反而更焦虑的 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矛盾的效果 就是paradoxical 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it is paradoxical that if a drink a cup of hot tea it seems to cool you down 这看似是似非而是的 为什么呢 就是你啊 如果喝了一杯热茶之后呢 它看似却能使你凉爽下来 表面看似矛盾 但其实有道理 所以确实喝热茶之后呢 让我们这个寒冒孔打开了 反而觉得更加凉爽 这叫paradoxical 来自这个paradox 它的一个反义词 看似是近义词 其实是反义词 就是这个词我们大声再读下 specious 这是什么意思呢 seeming to be true or correct but actually false 看似是真的 其实是错的 所以它叫似是而非的 我们刚才那个paradoxical 翻译成似非而是的 这是似是而非的 这是个贬义词 看着对 其实是错的 比如说 auspicious argument 一个似是而非的 这么一段论证 argument 咱们在折一写作中 常常碰到 就是表示 这个有论据 有结论的 这么一个论证的文字 似是而非的 看着对 其实里面有谬误 再比如说 auspicious claim 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 这么一个观点 这么一个断言 看着对 但本身是错的 有谬误的 好 这个词之所以讲呢 也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咱们记住 dox 或者d-o-g-m-a 这几个字母出现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opinion 人的意见 或者看法 你像本文中这个paradox para 它本身作字根 可以表示 contrary to 与什么什么 相矛盾的 相反的 相对抗的 相矛盾的 相反的 这么一个观点意见 是不是要矛盾的人 事物和情况 或是非而是的 是这个 这个是非而是的 这么一句话 对吧 就paradox 刚才它的起用词paradoxical 也很好记了 叫做矛盾的 似非而是的 再看几个相关的同根字 你比如这个词 我们叫的正统的 传统的 或者被普遍接受的 为什么 这个ortho 这个字根本身 表示right正确的 正确的观点 是不是正统的 传统的 被大家都认为正确的 普遍被接受的 我们大声再读起来 orthodox orthodox 正统的 传统的 被普遍接受的 再看几个 像dogma 本身这个字根 它也是一个单词 本身 它做字根的意思 表示opinion 意见看法 它这个单词本身 叫教义 教理 教条 或者某人的信条 这不就是一个 opinion 很好记 我们再读一下 dogma 好记了 它的同根的形容词 叫教条的 教义的 或者翻译成 无断的 自以为是的 就是后面加了ic之后 中英后译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dogmatic dogmatic 教条的 教义的 或者是无断的 自以为是的 同根的名词 教条主义 或者翻译成无断 用这二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dogmatism dogmatism 主义 中英在前面 叫教条主义 或者翻译成人的无断 就行了 这是第一个词 矛盾的人或事物 似非而是的话 这个词 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愤世嫉俗者 这是指人 普通的科书名词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下 注意不要读cynic 咱们这个短音 发a 不是1 就像暴数这个a 2 3 这个a 跟老师在大声读一遍 cynic cynic 什么叫奋世嫉俗者 咱们看一个例子 看一看他的英文解释 他表示 person who believes that people do not do things for good sincere or noble reasons but only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就是认为世界上 没有好人的这种人 就是这样的人 他认为什么呢 人们他不会因为 好的 真诚的 或者高尚的原因 去做事情 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种人叫做 奋世嫉俗者 他认为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 不可能有高贵的动机 就认为世界上没好人 叫做cynic 奋世嫉俗者 咱们看几个例子 don't be such a cynic 不要做这么一个 奋世嫉俗的这么一个人 对不对 世界上毕竟有好人 不要觉得大家都是坏蛋 就这么一句话 再比如说 even hardened cynics believe the meeting is a step towards peace 甚至那些老牌的 奋世嫉俗者 也相信这次会议 是通往和平的这么一步 harden表示老牌的 什么互恶不圈的 什么做坏事 做了很多之后 都不脸红的 老牌的 认为世界上 美好人的人 他们也不得不成 这个会议 这次会议是好事 通往和平的重要一步 这叫cynic 那么我们再看 他的同根的形容词 愤世嫉俗的 我们大声度下 cynical cynical 这个形容词 其实更常见 它表示 I'm willing to believe that people have good honest or sincere reasons for doing something 不愿意相信 人们处于好的 诚实的 或真诚的理由 来做模式 所以这叫 愤世嫉俗的 认为世界上 没有好人的 这cynical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A cynical view of human nature 对于人的本性的一种 愤世嫉俗的观点 就认为人的本性 都是自私 贪婪 丑恶 不认为人 有高尚的动机 这叫cynical 那么它的 这个同根的名词 愤世嫉俗 当然这个词搭配 我们再看一看 对于什么什么 愤世嫉俗的 认为什么什么 没有好人 没有好货 叫cynical 我们加 就是about 对于什么什么 有愤世嫉俗的观点 比如说 the public is cynical about election promises 就是公众 对于那些 选举的承诺 认为呢 都有愤世嫉俗的观点 认为他们都是虚伪的 都是奸诈的 为了骗取选票 而欺骗选民的 认为他们没有一个 是真诚的 发自内心的 这个election promises 就是像美国在每次总统竞选时 候选人又给老百姓很多承诺 但公众对此认为他们都是虚伪的 没有一个是发自真心的 这叫cynical 它同根的名词就是 愤世嫉俗 也就比较cynical attitude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就好了 cynicism cynicism 就好了 你发现了吗 这个几个 这个 这个 从偏写都很类似 而且都是我们常见的词 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词 文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再看一看一个表示 富裕的 富有的 这个形容词 跟老师大声先读下来 affluent 富裕的 富有的 就类似于咱们说的rich 但它比较正式一些 什么意思呢 affluent又是fml一点 不是formal written language 正式的书面 它表示 having a lot of money and a good standard of living 有很多钱的 并且有很高的生活水平的 所以叫富有的 或者反正是富裕的 指人 指一个集团组织都行 比如说 affluent families 富裕的家庭 affluent western countries 比较富有的西方国家 有很多钱 生活水平很高的 叫affluent 它的名词形是富裕 当然是不可数了 富裕或富有 就是把我们t去掉 换成c就好了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affluence affluence 依然是个书面的表达 富裕或者富裕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1950s were an age of affluence in America 那么在1950年代 是美国的一个富裕的这么一个时代 那个时候 美国有钱 美国家人 这个家庭 过着富裕的生活 叫富裕或富裕 那么我们表示 这个富裕的富有的 有好多形容词 跟它类似 可以替换的 咱们来总结总结 写作中的替换 比如说我们用rich 可以用wealthy 也是比较有钱的 对吧 还有affluent 是富裕的 这更正式一些了 再比如说 这个prosperous 繁荣的 也是指钱多的 well love 也可以表示富裕的 有钱的 小康的 复合形容词 well to do 有时候也可以表 类似的含义 还有我们用privileged 也可以表示有钱的 在这并不是有特权的 就是有钱的 富裕的 这几个我们在写作中 可以替换 我们大声来读起来 rich wealthy affluent prosperous well of well to do privileged 可以表示富裕的 那么反语表达 表示贫困的贫穷的 咱们在第三课就讲过很多 做过复习 这个表达更多了 比如说poor 比如说needy 比如说paneless 比如说deprived 还有destitute 越来越文气了 underprivileged 就在刚才那个富裕的前面 加under就好了 还有我们说disadvantaged 还有我们用poverty stricken 都可以表达类似的含义 叫富裕的 我们分别给老师读一遍 poor needy 这个并不是四川话 有人说这不是四川 还needy 还是water 跟四川话没关系 needy penny penny why表示辨识 一个字都没有 一个辨识都没有的 是不明义文的 对吧 好了 义文不明的 再接着读deprived 这个不翻译成被剥夺的 而是贫困的 一个委婉的表达 还有书面语 destitute 你看美国每个州的 叫做平民学院 给美国前人免费上学的机构 叫the institute for the destitute the destitute就是the poor 但要用for the poor 就不押韵了 the institute for the destitute 再往后走 underprivileged underprivileged disadvantaged disadvantaged 也是表示贫困的 比较委婉的表达 还有最后一个复合词 poverty stricken poverty stricken 这也是写作中的好选择 贫困的 贫穷的 好 这个富有 富与富有的相关的词汇 跟老师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势力 或者自命不凡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snobbery snobbery 这个势力 或者自命不凡 觉得自己比他人强 咱们先看一看 我们三册讲过的 他的同根的名词 叫势力小人 先看这个词 他首先是个disapproving 表示是个贬义词 什么意思呢 a person 这么一个人 什么人 who admire people in the higher social classes too much and has no respect for people in the lower social classes 就是势力 他过于钦佩赞赏那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阶层 而根本就不尊重那些社会地位比较卑微的人 就是去钦佩赞赏那些上流社会 瞧不起下流社会的人 叫势力小人 这是个贬义词 用snob 我们复习在三册的第31个可爱的怪人里面 有这么一个 Dicky disliked snobs intensely 狄激非常讨厌那些势力小人 就用这个答备 再比如说 snobs who despise their working class son-in-law 势力小人 怎么样呢 加定义总句 瞧不起他们那些工人阶级的女婿 他们觉得女儿应该嫁个大块 这个snob势力小人 瞧不起地位卑微的人 那么他还有第二个意思 叫做自命不凡的人 也是用snob 他表示person who feels he has a superior taste knowledge etc 总觉得自己呢 有更加高级的品位呀 知识呀等等等等 叫自命不凡 总觉得自己比他人强 这个也可以用snob 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bunch of intellectual snobs a bunch of 表示一群一帮 这个一帮在智力上自命不凡的家伙 他自己觉得比其他人聪明 瞧不起他觉得比较笨的人 自命不凡的 认为超过他人的人 也用snob这个词 那么他的名词形式 同根的名词形式 就是视力 或者翻译自命不凡 这就好理解了 那么说起b之后 叫er y 大声读起来 snobbery snobbery 这个snob 视力小人是可数的 但snobbery是不可数名词 视力或者表示自命不凡 你比如说 intellectual snobbery 在智力上的一种 自命不凡的这种行为 认为自己比其他人聪明 可以这么说 那再比如说 she accused me of snobbery because I sent my sons to a private school 这个女人指责我自命不凡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儿子们 送到了这个私立学校 你觉得比我们有钱呢 你有钱有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不对 他指责我自命不凡 叫snobbery 这不可数名词 那么同个的形式形式 我们在同时看 视力的或者自命不凡的 继承了这么两个意思 我们大声再读起来 snobbish snobbish 看例子呗 I'd expected her to be snobbish but she was warm and friendly 我呢 本以为这个女人是一个 势力的人 但是呢 她既热情 而且又友善 与我的预期刚刚相反 再对说 he had snobbish dislike for their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inferiors 他们有这么一种 自命不凡的这么一种 态度 他们讨厌 不喜欢那些智力上 或者社会等级上 不如他们的人 他们总觉得自己 是上等人种 瞧不起其他人 这个叫snobbish 所以这个一组词 都非常重要 混音下 表示人 可属名词叫snob 视力小人 或自命不凡的家伙 这种行为 不可属名词 叫snobbish 形容这种 形为的形容词 表示这个行为 不可属名词 叫snobbery 形容这样 这个行为的形容词 叫snobbish 这一组词 把它同时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重点的书面语 这个写作中 又是五星级的表达 跟老师大声先读下来 intel intel 它可以表示需要 或者是带来 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叫intel 我们看一些例子 先看一下 它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需要 或带来呢 if one thing intels another it involves it or causes it 它说如果一个东西 intels另外一个东西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 它会包含卷入进来这个东西 就是需要 或者是会导致 会带来后面这个结果 这种感觉都叫intel 非常好记 为什么 tail可以叫尾巴 它会长出后面一个尾巴来 安上了一个尾巴 在后面会跟出这个东西来 是不是需要 或者带来这个结果 这个非常好理解 咱们先看看搭配 第一个搭配呢 是intel 我们直接加事物 或者加doing 表示需要 或者带来 都有可能 咱们先看表示需要 的一些例子 that will entail an early start tomorrow tomorrow morning 这个na就需要怎么样呢 我们在明天早起 要早晨起来呢 要早起一会儿 这个是需要 或带来这个结果 只需要我们明天早晨 会早起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it will entail driving a long distance every day 我说那呢 将会需要每天呢 我们要开车 很远的这么一个距离 这是我们用的这个 intel这个词 它表示这个需要 表示这个意思 那我们再看看 它的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带来什么结果 这是本文中的意思 也行 也可以 你看 all mergers intel some job losses 所有的公司的合并 都会带来一些 这个失业情况 工作的这个损失 就丢饭完的情况 mergers可以表示 公司的合并 这会带来这么结果 再比如说 such a decision would entail a huge political risk 这样的一个决定 可能会带来 巨大的政治风险 带来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物理在这 表示推测 不是虚拟 那么我们再看看 本文中的 这个274页 16行 到底17行 274的16 到底17行 the contemporary phenomenon of car worship is to be explained not least by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that ownership entails 咱们在前面曾经用过这个句子 在42课里边 什么意思呢 就当代的这个现象 什么现象 汽车崇拜的现象 大家都特别喜欢汽车 他们能够用这个东西来解释 be to do 表示能够 咱们在以前说过 什么呢 not least表示 尤其呢 尤其通过这种独立和自由的感觉 什么独立自由感觉 大家定义从句 that ownership entails 就是拥有权所带来的独立自由的感觉 这个拥有权是对汽车 拥有汽车而带来的独立感和自由感 可以用它来解释 为什么大家都特别喜欢汽车 这是intel 这么两个意思需要或带来 intel还有更复杂的搭配 intel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需要某人去做某事 先加人后面再加doin 这个结构也相当长期 你比如说我们复习下 在第32课曾经讲过的这个例句 叫做 I'll never accept parole because that entails me accepting guilt 我绝对不会接受假释 因为这需要我认罪 perole叫假释例子 需要某人做某事 that entails me accepting guilt 需要我认罪 承认有罪才请 那么我们在复习复习 32个表示需要的另外几个表达 表示需要 更通俗的表达 可以用比如说 need require demand 可以表示需要 这个咱们说过 它比较简单 还有我们说过 可以用call for 也表示需要 这是一个习语 这个我们复习复习 这个一些例子 this sort of work cause for a high level of concentration 这种工作 需要高度的注意力 高度的专注能力 集中注意力 叫concentration 我们在复习在32课的课文 就是188页 17到19行 188页的17到19行 有这么一个句子 叫做 but can we blame those who looked and fail to see what Galileo saw if we remember that to use a telescope at the limit of his powers cause for a long experience and intimate familiarity with one's instrument 他说 如果我们还记得 使用一个倍数有限的望远镜 需要 call for 是需要的 需要 这个长期的经验 和对自己的仪器的 非常熟悉的通晓 那么我们还能责备那些 看了 那些未能看到 伽利略所看到的人 还能去责备他们吗 这个call for 叫需要 这是我们32课中来讲的 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表达 首先文言的书面语叫 necessitate 也可以表示需要 几乎动词 这是32课说过 咱们做复习 再大声再读进来 necessitate 叫做需要 我们看例子 a prolonged drought necessit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water rationing 长期的 a prolonged 咱们在第九课说过 长期的或持久的 持久的 长期的干旱 需要什么呢 需要引入 这个水 谁要定量供应 这个ration 叫配给 定量供应 这是需要 necessitate 还有一个句型 it takes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 需要什么东西 前面这个 it是形式主语 后面的动词 不定是to do 是真正主语 做某事 需要什么东西 咱们看例子 it takes stamina to be a long distance runner 做一个 长跑运动员 需要耐力 后面的to do 是真正主语 这个再复习 it takes a lot of patience to look after a disabled child 照料一个残疾儿童 需要很多的耐心 这是我们本文中 intel的几个替换 复习 intel 需要 或者带来什么结果 就后面长了一个尾巴 还可以表示 用我们的need 对吧 用required demand 还可以用我们的call for 这个习语 大根的词在necessitate 做某事需要什么 it takes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多数是32个的复习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在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偏狭 就是有点心胸狭隘 光关注自己 对他人不感兴趣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insularity insularity 这叫偏狭 这个名词比较复杂 先看一看 它相对简单一点的 同根的形容词 名词的意思就寄成字这里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这词 insular insular 它的第一个意思就表示 off an island 岛的 岛上的 跟岛屿有关的 这个叫insular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n insular climate 岛屿的气候 岛上气候跟大陆可能不一样 再比如说 an insular way of life 这岛上的生活方式 跟我们大陆生活方式 可能有区别 这叫岛的 岛上的 派生意呢 派生意是个贬义词 还是insular 表示什么呢 这是disapproving 是个贬义词 only interested in your own country ideas etc and not in those from outside 就是只对你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观念 感兴趣的 而对外界 来自外界的东西 完全没有兴趣的 叫偏狭的 这个来自于岛的这个含义 岛国的吗 就是心胸狭隘 广关注自己 小岛内部的外部都不管了 它只有岛的 岛上的做了一个passion 叫偏狭的 光关注自己的 这个我们也通过一些例子看一看 insular habits and prejudices 那些偏狭的那些生活习惯 还有他们的偏见 就是光关注自己的外界 丝毫不感兴趣的这种生活习惯 还有他的偏见 还有 The British are often accused of being insular 英国人经常被指责 就是过分狭隘 偏狭 光关注自己 而不关注外界 这是insular 来自岛国的派生意 叫偏狭的 非常好记 那么他的名词形式 就是insularity 继承了形容词的两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岛国的性质 或者状态 第二个就是表示偏狭 这样的行为叫insularity 我们也通过例子来看一看 像本文中的 就是274页第24行末尾到25行 本文274页第24行最后到25行 它说insularity and self-containment it is argued go hand in hand 就是偏狭和自闭 据说他们是紧密相连的手拉手 他们往往共生共存 self-containment就是拘谨自闭 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跟偏狭这两个东西 itsargo就聚变称了 总是紧密相连 go hand in hand 手拉手走路 这是其余紧密相连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词 这个我们重点看一看 也是因为它有字根 这个劈写的形式有变化 insul或者isl或者isol 有这么几个变形 它的意思都等于island 表示跟岛相关 你像本文中insular 本意就是岛或者岛上的 岛的 然后派生意是岛国偏狭的 只关心自己的 它的名字insularity 那么岛国性的状态或偏狭 也是跟岛这个词根相关 我们都看几个 你像insulate 表示使隔绝 或者使绝缘 绝热 它不能导电 或者跟外界不能接触 它跟导 来自岛这个字根 岛被海洋包围住了 跟外界没有交流了 所以在使隔绝或者使绝缘 大家上来读一下 insulate insulate 特别好奇了 来自小岛 再读一下名词 隔绝或者绝缘 insulation insulation 或者指电穴方面的绝缘体不能导电的东西 insulator insulator 你看这是跟岛 岛屿相关 还有呢 我们说这半岛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peninsular peninsular 后面那个i-n-s-u-l 这个词根是岛 前面那个p-in三个字母带一块 它可以表示almost 几乎就是 几乎是一个岛 但它有一块还跟大陆连的一块 所以叫半岛 它几乎就算个岛了 我们再读一遍 peninsular the Korean peninsula 叫朝鲜半岛 对吧 就是这么来说 这个还有呢 你看这个island 本身就表示岛 岛屿 前面有i-s-l 这个词根 还有我们也能指导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sle 用这个词表示岛 一般用在比较文言的场合 或者用于岛屿的名称里面 它也是岛的意思 还有小岛 我们大声地讲 islet 前面i-s-l 表示岛 后面那个et 这个词根 表示little 小的 刚好放在一块 就小岛 再读一遍 islet 非常好记 对不对 还有呢 我们这个isol 也是岛 at是动词字根 刚好呢 把它放到了岛上了 就使孤立 使隔离开 是常见词吗 我们大声地讲 isolate 使孤立 使隔绝开 就放到岛上了 让它不能跟大陆相接触 它的名词 孤立或者隔离 大声读起来 isolation isolation 就好了 好 这个词 根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世界性的 国际性的 有各个国人都在里面的 我们大声先读下来 cosmopolitan cosmopolitan 世界性的 国际性的 或者有各个国家人 都在里面的 叫cosmopolitan 这个我们也是先看一看 它的英文解释 就containing people from all of the world 就包含了来自于 世界各地的人的 所以咱们发现 世界性的 国际性的 或者有各国人参与的 哪个国家人都有的 比如说 cosmopolitan city 一个国际性的 一个城市 城市的居民 各个肤色 各个人种 各个国家都有 cosmopolitan club 一个国际性的俱乐部 就是里面会员 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国家 这就是cosmopolitan 这个再比如说 the cosmopolitan gatherings the united nations assembly 联合国大会的 世界各国人民的聚会 gathering 可以为聚会的意思 the assembly 表示集会 大会 联合国大会 各个国家人 可能都参与 叫各国人都有的 叫cosmopolitan 那么它的 这个同根字 我们在三次后就讲过 叫国际性的大都市 我们大声读一下 重音往前走 大声来一遍 cosmopolis cosmopolis 表示 large city inhabited by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一个大型的城市 inhabit是居住在某个地方 这是被居住的 为什么呢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所居住的这么一个城市 就国际性的大都市 大都会 叫cosmopolis 形容的词 就是cosmopolitan 非常好记 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 同根的字 你比如说大城市的 大都会的 还有表示大城市大都会 又是一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tropolitan metropolitan 它表示relating or belonging to very large city 与一个非常大的城市相关的 或属于这个非常大的城市的 所以大城市的大都会的 我们再读一下它的名词 大城市大都会 metropolis metropolis metropolitan和metropolis 这个可以同时记住 你看到这里边呢 拼写都很类似 这确实里面有字根了 确实有字根了 就是这个polis 或者polit 这个字根的意思 就表示城市 city 大城市 大都会 国际性大城市 都有这么一个拼写在里面 它确实跟城市相关 我们举一反三多看几个 你想本文中 cosmopolis 这个cosmo 表示world 世界的意思 刚好国际性大城市 世界各地人 都住在城市的 所以这个世界 在城市 世界性的城市 国际性大都市 还有世界性的 各国人都有的 国际性的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 cosmopolitan cosmopolis 中英后 也变成cosmopolitan 还有刚才的metropolis 这个polis 还是城市 前面这个metro metro 就是mother 妈妈的意思 妈妈城市 就是妈妈 把很多人都住在妈妈肚子里了 妈妈一样 保护着这个居民 所以就大城市 大都会 妈妈加城市 像妈妈的感觉 这个城市 我们大师再读一下metropolis 叫大城市 它的形容是大城市的 再读一下metropolitan 特别好记 对不对 还有呢 叫这个古希腊 特别是雅典的 这个卫城 这个城市里面的卫城 它一般位于 这个山丘之上 保卫的一个城市 这卫城 所以呢 就acropolis 因为acro A-C-R-O 这个字根 它有确定的含义 就表示高 就不是 你像acrobat 就是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在高处走吗 B-E-T是走吗 叫acrobat 刚好 位于高处的这个城市 叫卫城 非常好记 它在山丘之上 大声都叫 acropolis acropolis 古希腊的卫城 还有呢 这个 Megalopolis 这个Megalo 咱们以前见过 Megalo本身就可以表示 great 像自大狂叫 Megalomania 我们说过 Megalo本身是great 所以这个词本身也是 大城市 大都会区 或城市集群 就是好几个大城市 拼在一块 构成的大都会区 或城市的一个 集合体 一个综合体 我们大声读一下 Megalo本身 Megalo本身 那大都会区的 或城市集群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galo本身 Megalo本身 有规律吧 就是我们这个 多了一个音节之后 重音后音嘛 对吧 Megalo本身 变成Megalo本身 就好了 这个确实都是跟 这个城市相关 还有一个城市 我们想去的越晚越好 叫Necropolis 这个Necro 这个字根 NECO 这个字根不好 它表示死亡 death 所以死人住的城市 叫大型的墓地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Necropolis Necropolis 这几个词特别好记 放在一块记住 都是跟城市相关 好 这个字根老师 就学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巡回者 或者四处游荡的人 尤其指那些 无家无业的 对吧 这个人 所以形容词呢 就寻回的流动的 四处游荡的 这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tinerant 本文中呢 是当名词来用 咱们就先看个 做名词的意思 itinerant means an itinerant is someone whose way of life involves traveling around usually someone who's poor and homeless 一个itinerant是什么呢 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生活方式 需要到处流浪 到处 involve 翻译成 需要吗 咱们说过 尤其是这么一个人 他又穷 又没有家的 无家可归的 四处游荡的 这样的人 叫itinerant 咱们也是通过 例子来看一看 比方说 homeless itinerant 无家可归的 这些流浪者 在马路上 到处走来走去的 这么一个人 叫itinerant 那么他的形式形式 也非常好记 就是from place to place especially to work 从这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 尤其为了找工作的 这些寻回的 流动的 四处游荡的 一般是指人了 尤其从一个店 跑到另外的地方 为了工作而奔波的 到处找工作的 你比如说itinerant workers 就是那些到处 为了找工作而流动的这种工人 这个公司倒闭了 到另外一个城市找工作 或者我们说那些农民工 从农村到了城市来 为了找工作的 叫做itinerant workers 再比如说itinerant musicians 那些流浪的音乐家 引游歌手 可以用itinerant 就是这么个意思 再比如说to lead an itinerant life 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 注意做名词这样的人 所形容词形容这样的人 拼写发音都是一样的 叫itinerant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词 回起来一个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名词 就是行程或者旅行计划 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tinerary itinerary 什么意思呢 a plan or list of the places you will visit on a journey 就是一个计划或者一个列表 什么呢 就是你将要在旅行中 访问到的地方的一个计划 或者列表 行程 今天来北京玩 明天我们要去天津 然后后天去上海 这么一个行程或者旅行的计划 或安排 叫做itinerary 常见词吗 我们看一个例子 visits to four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included in your itinerary 我们要去四个不同的国家 去旅行 去访问 对这个计划 已经包括到了你的行程表里面去了 这叫itinerary 这个复习出现了一个 我们在36颗讲过的重要的字根 就是it这个字根 it做自根 这个跟电脑没关系 做自根表示to go 就是走的意思 你看itinerant 寻回者四处游荡者 当然离不开走路了 走嘛 形容词就寻回的流动的四处游荡 这个好记 那么itinerary 形成旅行计划 也是跟走嘛 今天走在这儿 明天走在那儿 跟走相关 在复习我们当时在36颗讲过的 像initial 中间的it是走 in表示into进来 走进来了 是不是叫最初的 或者姓名的首字母 或者签署姓名的首字母 做这个形容词 名词动词都行 为什么 它第一个进来了 是不是手的第一个最初的 它走进来了 或是还在外边呢 第一个进来的 它叫initial 还有我们说initiate 同根的动词 发起或者创始 或接纳某人为新成员 initiate 就是它第一个 让它第一个进来 可以这么说 它的名词形式 发起创始或者入会 都可以用它 大声在对面 initiation initial initiate和initiation 同根的 这个不同词性的词 可以放到这儿 我们再进一步再看 还有我们在三十六个 讲过的initiator 叫做创始人 创始者 创造者 对吧 这也好奇 还有像initiative 都是同根的词 积极性主动性 或者主动权 叫initiative 也是跟走 它第一个先进来了 对吧 好 别人他不走 他第一个 他愿意先进来 还有我们在 这个硅谷那颗书 讲过的 circuit 这个CU 它表示round 一个圆圈的意思 走了一个圈 所以叫环形线 周线 或者在物理学里面 可以表示电路 这个电学里面 指电路 我们大声再对讲 circuit 还有巡回的 或迂回的 曲折的 叫做 我们大声对讲 circuitous 就绕着圈圈走路 不走直线 叫迂回的 或曲折的 类似我们说的 tortuous 弯弯曲曲的 不走直线 走圆环形的线 迂回的 好记 还有我们这个 像transit 做名词 就是运输 这个trans 我们多次说过 就类似中文 川那个词 从这边跑那边去 从这边走到那边去了 是不是运输 这边走到这边 我们大声再对讲 transit transit 它的另外一个同根的名词 叫过渡 也由这个 慢慢变成这个东西 过渡指这个过程 我们大声带着讲 transition transition 它的同根形容是过渡性的 transitional 特别好记了 后面叫al 形容词字根 就好了 所以这个itern又出现了三十六号讲的中文的字根 咱们温固之心 把它同时记住 好 这个字根老师看到这里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重点的词汇就是 使不友好 使疏远 使反目 我们大声读起来 alienate alienate 使不友好 使反目 成仇 什么意思呢 看一看英文解释 alienate表示 to do something that make somebody unfriendly when I am willing to support you 你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什么事呢 使得这样一个人 对你不友好 或者使得他不愿意再支持你了 就你做了一些坏事 伤和气的事 使不友好 使疏远 使某人与你反目 叫alienate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latest tax proposals will alienate many voters 我说最近的这样一个税务的这样一篮子计划 这个方案 这个建议可能使很多选民 对政府反目 对这个东西觉得他很讨厌 而对制定的人不友好 这个voter就是选民 投票的人 使选民反感 再比如说 the government cannot afford to alienate either group 这个政府他无法承担疏远任何一方的后果 afford不一定是表示能买得起这个东西 可以承担得起 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所以两方面他都不敢得罪 这个意思 alienate就是疏远 同个的形容词也特别好记 疏远的疏离的 我们大声读起来 alienated alienated 形容词 当过去分子 当然是喜欢词来用 feeling that you do not belong in a particular society place or group 就觉得你并不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 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人群 所以感觉疏远的疏离的 好像别人都排斥你 是这么一个 我们搭配的是alienated from 是与什么什么疏远的 与什么什么向疏离的 这个范围之内的人都讨厌你的 那比如说 many people many single parents feel alienated from society 很多单亲的父母亲都觉得与社会相疏离 这个single parent就是单亲的父母亲 就是他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 与配偶离婚了 因为他得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与社会交往就少了 所以很多单亲的父母亲 单身的父母亲 他可能觉得与社会相疏离 再比如说 Gina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alienated from her family Gina现在变得越来越与家人疏远了 疏离了 就是慢慢慢慢家人都不理他了 觉得他慢慢很孤立 这种状态叫alienated 他的名词形式就是疏远或疏离 不可数名词 我们再读一下 alienation 它是一个incountable不可数名词 the feeling of not being part of society or group 这种感觉就是他不属于社会 也不属于某一个人群 叫疏远疏离 借此搭配继承的形容词的用法 还是跟from 我们看几个例子 eneployment may provoke a sense of alienation from society 失业 provoke就激起某种感情 可能会激起这种与社会的疏离感 天天在家里待着 很少跟别人打交道 觉得跟社会相疏离 这叫alienation 我们看到里面都有ali这拼写 确实这是重要字根 ali这拼写可以表示other 别的 其他的 跟你这不一样的 另外的 别的 你像别名 化名 假名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次 alias alias 就是其他的名字 跟你的本名不一样的名字 还有 这个作用的法庭上用的多 比如说某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身边 或者是证明 我们读一下 alibi alibi 这个bi这个词根本身意思很多 除了表示r之外 它也可以表示地点 在别的地方 我不在犯罪现场 在别的地方 叫alibi 再比如说我们看alien 这大家特别熟悉了 外星人或者外国人 就别的国家 或者别的星球的人 还是跟其他的相关 形容词呢 就外国的外星的 或陌生的 格格不入的 咱们多次说过 那像本文中的这个动词 alienate 就是 使别人对你不友好 把别人排斥开了 还是跟其他的相关 还是你像alienate 疏远的疏离的 alienation 疏远疏离 都是跟别 别人的 陌生的 跟这个相关 这个非常好记了 还有我们说 这个alienable 表示可以转让的 可以让渡的 ABLE表示可以的 可以把这东西变成别人的 不是我的了吗 可以变成别人的 叫可转让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lienable alienable 反义词呢 再加even even表示not 不可剥夺的 不能转让给别人的 永远是我的 加even就好了吗 大声读一下 anienable anienable 不可剥夺的 不能变成别人的 这永远是我的 都是跟这个other相关 而且的unienable 使我们立刻想到了 这个独立宣言中 著名的这么一个曲子 我们在以前多次听过 咱们再看一看 是不是别有一番感受在里面 这里面出现了 unienable这个词汇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ive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里面出现了这么一个 我们再听一遍 再听听著著名的这一段 看能不能把它完全听懂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ive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好 就说的是 我们就看这一段 他说我们怎么样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什么真理呢 我们连着几个同位同聚 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他们被造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unienable 不可剥夺的 那么这些权利里面最重要的是 三个 生命权 自由权 还有对幸福的追求 这是我们unienable 好 47个重点词比较多 以上讲的这些 只不光大家要知道意思 而且要把它精确的含义弄懂 而且最好记住搭配 和这些单词相关的同个字 因为它在作文中 往往可以用到 另外很多词涉及了重要字根 这个记忆单词效率 十倍百倍提高了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好 47个生词短语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